胖虹 妈妈给你买的口 哎呦 杉杉也在这儿呢 姑姑 妈妈你别惨了 杉杉她不喜欢吃口呀 快拿出来 哦 原来杉杉不喜欢吃 来 胖虹 妈给你吃 胖虹 能不能给我吃一点 不可能 这位平时考试比我跑得好 胖虹妈 这不马上开学了吗 我给孩子买了几件衣服 哎呀 这地方不少钱吧 没有没有 妈妈 哎呦 杉杉怎么没吃啊 妈妈 我想吃 咳咳咳 哦 杉杉呀 说她是姐姐 让这儿胖虹的 也是啊 那我就先走了 好 妈妈别走 还想给你妈告诉是吧 我的东西 我想让你吃就吃 我想让你吃 就看着 你看你妈的样 都懒得管你 杉杉 你看 妈妈给你拿的什么 大烤鸭 吃就吃 嗯 这些呀都是你的 别着急 慢慢吃 先把那个鸭头吃了 妈妈 我这烤鸭太小了 我想吃这个大的 杉杉妈 你去让我家胖虹也吃点吧 都是孩子 你别给他计较 哼 你家胖虹是孩子 难道我们家生产就不是孩子吗 就比你们家胖虹大了几件 就得臭臭让着他吗 你动一下试试 妈妈 我不喜欢这个学校 你快带我走吧 好 妈妈站住开车 带你走